萊莉妳的才藝是什麼 是妳自己說 媽媽我要學大提琴了嗎 妳來了 妳除了有學這兩個東西之外 妳還有學別的東西嗎 極劍芭蕾 極劍喔 極劍跟芭蕾 還是那是同一個才藝 極劍芭蕾 極劍跟芭蕾 極劍跟芭蕾這兩個 芭蕾應該是妳自己想學吧 是嗎 是嗎 是吧 她說是嗎 極劍是妳自己想學的嗎 極劍是妳自己想學的嗎 不是 是媽媽畢業妳學的 是嗎 我沒有畢業 我這是強烈建議 哪有 她說哪有 今天這個主題呢 就讓我回想到我 童年的項目 什麼 國小的時候放學 每次都很羨慕同學 可以去麥當勞 或是那種樂園 室內樂園 去玩什麼 去玩 一放學 爸爸幫他接出去 就是去玩 可是我想到 我小時候的那個放學 就是 然後可是小時候 還有學很多其他的才藝 比如說有學鋼琴 小時候就上了六年 然後還有 所以妳現在會彈鋼琴 我現在還是就要練一下 因為後來就很久沒彈 那小時候就學古典 然後什麼 素描啊 然後體操 跆拳道 所以就是小時候就覺得說 體操來的 沒有 大過年 第一人來講 體操 體操 什麼體操 我不知道 你覺得是什麼體操啊 那是小時候的事 會有記憶在身體 這是 我的身體記憶嗎 我現在看 要完成什麼吧 要完成什麼 好 還可以吧 還可以 有一點中間 微微的沒暖身 但是就是因為 小時候就會覺得說 學這些才藝 有些是孩子自己喜歡 哪一些是你自己要的 畫畫 我就很想畫畫 然後鋼琴也是 可是鋼琴會遇到一個就是 你彈不過的時候 你就覺得你很想放棄 對 然後那個時候就變成 你有一點點不喜歡 可是長大之後就發現說 媽媽有時候會 有意無意的說出 自己的小孩會什麼 就是有點炫耀的感覺 那你有在炫耀 小朋友會什麼嗎 我沒有炫耀耶 因為現在已經有IG啦 他們可以自己炫 他們想要炫耀什麼 就自己放在他們的IG上面 但他們會說 媽媽你為什麼不按讚 我說不按讚 增加觸及率 對 所以我們今天就找來 四對就是小朋友 都非常有才藝的來賓到現場 歡迎SKY 放鬆中 大家不要想念這個SKY 還有甄莉姐 嗨 SKY 你太有才華了 我 你什麼事都會做 那才華是什麼 你什麼事都會做耶 家事也會做啊 也會照顧爸媽啊 只是還是有一些 還是不太會 好 但是其實今天那個SKY來呢 是有那個特殊的才藝 要表現給大家看 對 自己的 他自己的興趣 因為媽媽總是在那個節目上講說 你在家裡是被那個 使喚來使喚去的 但其實你也有你自己的人生 對不對 有 等一下要表現的才藝 是你自己喜歡的 對 媽媽沒有逼你去學多餘的東西 沒有 爸爸有 爸爸比你學什麼 爸爸比我學SKY 他自己喜歡 對 他喜歡 然後他覺得就是吹那個 就可以練那種 肺活量 肺活量 對 然後 然後吹 很帥 還有男人味 對 然後我就不喜歡 然後因為 因為他主要是 就是你吹了以後 你還要把它清過一遍 因為他有口水裡面 對 然後還會生鏽 然後他是需要組裝的 所以你喜歡柴線很麻煩 很麻煩 然後所以現在就一直擺在家裡 可是他不會偶爾說 SKY 來一曲 現在不會 以前會 以前會 對 然後他就會一邊喝著那個威士忌 然後一邊聽你那邊這樣子 什麼之類的 沒有 所以現在已經放棄SKY 對 現在放棄了 OK 好 看看其他媽媽有沒有是 很變態的 逼小孩學東西的 好喔 歡迎Lidia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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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表情 感覺是很疲倦的是不是 我看他先問小朋友比較準 對 不然他等一下講 媽媽講完他就不敢講 Riley 你的才藝是什麼 大提琴 大提琴是妳自己說 媽媽我要學大提琴的嗎 沒有 沒有 來了 來了 妳真正想學的是什麼 鋼琴 鋼琴啊 那就一起學啊 有學鋼琴嗎 現在 有啊 也有啊 可是大提琴妳很不喜歡嗎 沒有到很 為什麼 是因為它太重了嗎 因為很難 因為很難 可是鋼琴也很難啊 可是 我們還是比較喜歡 所以妳除了有學這兩個東西之外 妳還有學別的東西嗎 極劍芭蕾 極劍喔 極劍跟芭蕾 還是那是同一個才藝 極劍芭蕾 極劍跟芭蕾 很強 極劍跟芭蕾這兩個 芭蕾應該是妳自己想學吧 是啊 是嗎 是嗎 她說是嗎 極劍是妳自己想學的嗎 極劍是妳自己想學的嗎 不是 是媽媽逼妳學的 是嗎 我沒有逼我 這是強烈建議 哪有 這哪有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妳可以講 我忘了 忘了 還有學別的 有 極劍芭蕾 鋼琴 大地心 蘋果 沒有 自己講 游泳 有 毛筆 毛筆 然後 沒有 西班牙文 我幫妳講好了啦 我幫妳講 然後中文 然後 中文那她學不是中文 對 因為她 她們學校是講英文 所以中文就是要加強這樣 然後上過期嘛 然後從英文的時候我就 我覺得大家都很喜歡問說 小孩喜歡什麼 可是我覺得當小孩來到 這個世界上 他們什麼都不認識的時候 妳要怎麼知道他們喜歡什麼 所以我就是會 想辦法讓他們在課業 還沒那麼中的時候 什麼都接觸 這樣之後她才會知道 自己喜歡什麼 所以從嬰兒的時候 她就有學嬰兒手語 嬰兒游泳 然後 嬰兒手語 是嗎 其實嬰兒妳要怎麼學 嬰兒手語很受用 因為 小嬰兒就是她才不會 應該是媽媽學手語 然後比給她看 都要 因為嬰兒她還不會表達 但是她又有想要的東西 她並不會講 因為講話對她們講 是比較難的 所以她就會很容易生氣 情緒就會不穩定 可是比東西 對她們來講是相對容易的 所以譬如說她想要吃東西 她還要吃 她就會這樣子比 妳說她不會講話 但是她會告訴妳 對 她就還要吃 再兩碗 真的 就不可能啦 她就會這樣 然後媽媽就會知道說 妳還要吃 妳就會讓她吃 所以她就不會 妳有聽過這個才藝嗎 那她可以比 就是說媽媽媽 我想要出來這個籃子裡面玩 是沒有那麼緊接 但是譬如說尿布濕了這種 我現在已經有點 好像人家不適合就是會這樣 那妳就可以幫她換 或是透透 會先哭 然後我跟妳講說 我真的覺得會比較穩定 比較不會哭 因為她覺得她有能力 跟大人溝通 Riley妳還記得怎麼比嗎 她一定不記得 因為那是嬰兒時期的啦 她之前嬰兒時期 她喝牛奶她吃醬 所以自己發明 牛奶 她喝羊奶 有 牛奶 也是秦老師教的嗎 沒有啊 她就自己比啊 所以她就自己比啊 所以她就會說 就叫醬比啊 就叫醬比 牛奶 好可怕 所以其實這是家長 可以自己訓練的吧 其實可以 你可以上網看一些簡單的手勢 然後你讓她吃東西的時候 你就是邊重複那個動作 她就會知道 就是我醬比就是還會有食物 好酷喔 我是覺得這個在嬰兒時期 真的非常受用 另外我們的海音姐姐 小孩是 楊楊 幾歲 八歲 八歲 所以楊楊妳的人生是開心的嗎 還是有被逼得很緊 開心 我被逼 哇 妳幾歲啊 妳八歲怎麼 八歲 好成熟的感覺啊 什麼事情把妳逼眼鏡 就是我有時候不喜歡一些東西 我媽媽就會強迫地做 像什麼 畫畫我喜歡 但是有一些畫畫教室裡面的老師 就會逼我做一些東西 妳說畫畫教室裡面的老師 會逼妳做一些東西 對啊 剛畫畫無關嗎 有關啦 然後老師說要先那個 那 copy他的畫 然後等我 copy完就 就沒有空間畫到想要的 我就很生氣 然後 妳希望整堂課就是畫 妳自己想要畫 妳要的啦 自己控制啦 對 他比較有大想法 對啊 他都不會讓 讓學生們 發揮自己的想像力 好成熟 你很成熟的大眼 那現在准貝老師不是媽媽耶 對 我跟你講 她是一個專家的姿態 妳看看她的腳 她的手 她是專家 妳講的沒錯 小孩的想像力非常重要 很重要 沒錯 瑤瑤 對 我跟妳講 為了她已經換了兩間畫畫教室 對啊 她每次去試像 然後她就嫌說 媽媽 這個教室 都不能讓我發揮想像力 她就是 哪一個就是淡本叫我照著畫 然後我就只好就換教室 我不是鬧虎媽 但是我是聽她的 她想換我就讓她換這樣 怎麼可能會找不到 自由的老師啊 不知道 所以現在這一間 我在繼續努力當中 所以現在這一間 妳還是不滿意 對 我現在是沒有讓她學畫畫 因為她就不滿意 所以她就學跳舞 那跳舞她就可以很放 她現在很喜歡K-POP 對啊 她很喜歡跳舞 對 她很喜歡跳 就隨便她跳這樣子 那妳是不是 一定有喜歡的團體 對啊 最喜歡哪一團 我最喜歡那個 黑色跟那個愛 所以妳等一下是會 大跳特跳她們的舞是不是 對啊 還有帶來一小段 OK 好 歡迎你們 謝謝 好 接下來有一組很特別的 對 金晶 媽媽是金晶 然後兒子是阿希 唉唷 但阿希妳現在是幾歲 我現在十四歲 十四 對 妳看起來也很成熟 我三 然後媽媽是一位非常前衛 而且很開放的媽媽 因為妳知道兒子喜歡的是 這樣子的打扮 然後這樣子的風格 是 妳完全沒有阻止她 沒有 也阻止不了 她就一直去拿姐姐的衣服穿 拿姐姐的衣服穿 對 就會走路開始 這麼小就已經知道了 會走路開始 就姐姐不穿裙子 可是姐姐是第一個小孩 所以親朋好友都會送 那種禮盒 紗裙 姐姐連碰都不碰 然後她就會去拿出來穿 因為她長得又很可愛 所以那時候穿也不覺得 哪邊奇怪還是怎麼樣這樣 對 就讓她穿 她就算不穿裙子 但也會拿那個布 全身都綁成 自己做造型這樣 然後到幾歲開始走路 已經有自己的那種 感情了 對 大概幾歲 就一歲多 一歲就已經走路 就會這樣子 對 就是她就是有一個 她自己的那個風格 態度 對 然後就穿那個小旗袍這樣 那妳當時就知道說 她可能就是 心裡是住著一個女孩子 沒有想那麼多 因為她的長相太 太像洋娃娃了 所以妳這樣看上去 不會覺得很奇怪 沒有 然後也是因為這樣子 就說她要去上芭蕾舞課 要穿那個裙子 然後妳也支持她去上 對 因為她的 大概在兩歲的時候 就發現她有那個 律動的智能 就是她可以 媽媽應該都知道 兩歲其實還在學走 可是她可以這樣子跳 往前 然後往後 所以那時候看到 超妳 那時候看到的時候 就覺得她 應該在律動智能上面 是有天賦的 可是媽媽支持妳 一定是很正常的 可是妳在學校中的 突出的表現還有外型 同學們可以接受嗎 應該是說在國小的時候 因為我現在是國中 在國小的時候 剛進入校園之後 就是還是覺得自己 就很好看這樣 然後就是 同學當然會有反彈 然後當然會有投來一樣的眼光 然後是一直到現在 國中了之後 就班 因為我是 因為我是專攻舞蹈 所以我國中就是讀舞蹈班 然後就每個同學都很愛我 然後大家都很 就是每個都比誰比較漂亮這樣 就會慢慢就融入那個 比較就是在自己的生活圈這樣 所以現在妳是很開心的 對 那妳有一個目標嗎 應該是說媽媽給我的目標是 要當一個舞者 就是長大是走舞者這個路線 是流行舞者還是說是那種 站上什麼 就是現在舞 就是跳舞的 就是專攻跳舞的舞者這樣 喔 喔 就不是舞蹈老師那種 教嘻哈的那些的 對 不是 嘻哈的那些的 真正的舞者 她特別強調媽媽給我的目標 因為她的目標她還在找 她覺得她可能服裝造型 或者是做那種美甲的老師 或什麼她都很喜歡 就是表演相關這樣 我說因為還在探索中 所以就是先以這個舞蹈學習為目標 所以現在國三 然後接下來就可能會走北藝 對呀 著重舞蹈班這樣 就表演相關的 表演相關 所以這位媽媽 妳會支持像Lidia的 那個強烈建議的教育法嗎 我覺得那個說 多元探索這件事情是好的 就是有的時候孩子 就是在嘗試的過程裡面 可能就會發覺自己適合 或是不適合 因為知道自己不適合 也是一個很好的方向 我覺得是可以探索的 那兩位媽媽有讓小朋友去學才藝嗎 也有耶 但是我也是採取一個比較佛系 就像我小時候被我媽逼學鋼琴 然後我媽都拿了棍子在後面 然後就是練幾下 然後沒練到她 但她最後都會等到自己睡著 這樣對 可是我讓小孩學的 其實是比較偏腦力類的 就是我給我兒子上那個動力機械課 那是什麼 他會看你怎麼組裝齒輪 因為我兒子很幻想以後 我兒子可以跟SKY一樣 修東西嗎 修東西 對 然後 我會讓他去上這個 真的 你看那個 機動什麼 下動力機械 主旗的時候 他們班的老師建議我 可以讓他去上 所以我有讓他去那個師大 去上他們有這個課程 對 所以就上什麼 就是組裝那種 那叫什麼 又不算樂高啦 就是 齒輪類 對 齒輪類的 然後就會 他們會有個 就會分組 然後會有個比賽 就看誰跑 就是跑得比較快 或者是轉的 就是 建造的 對 或是建造的比較好 所以上完之後 你有沒有覺得 就是在家裡修東西啊 表現在家裡啊 我省錢啊 因為我說這壞掉 這不知道哪裡快 他只上了一個屬席班就 可是因為 所以家裡修那有油壓式的 那種螺絲那種就比較簡單 他這樣看一看 他就說 那個螺絲其實鎖一起來就可以 我說那還不敢去鎖 這樣就這樣 然後他送完那個課之後 他就可以分析 就是大家一出問題 對… 而且你不覺得男生 就是可以看說明書 然後直接批發組裝東西 覺得超帥的 因為我是兩個兒子嘛 我就幻想以後 我們家就是什麼東西 丟給他們就可以裝 什麼都留 什麼都不奇怪 這句話好老派 快來訂閱小姐不吸地 記得分享按讚 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小鈴鐺是我要講 開啟小鈴鐺喔 鈴鐺